B站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历史学家王迪 这一课讨论第三个关键词 日常生活 茶馆是成都日常生活最真动的展示 这一课我将以茶馆作为讨论的中心 我关于新文化史和维观史的重点 是成都的茶馆研究 茶馆是个小城都 成都是个大茶馆 这个名艳描绘了一个独特的成都城市形象 在成都几乎每条街都可以看到茶馆 其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 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 及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传统社会中的茶馆是聚集众多人口的公共空间 在成都 茶馆一般都临街 面向街的一面总是大开 便于顾客进出和观看街景 也使得街头的行人能一撇茶馆内的风光 人们可能被茶馆中间的熙熙攘攘的气氛所感染 进而进入到茶馆中间 茶馆更成为了城市中著名的文化地级和标志 20世纪上半叶 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 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的邮寄中间 经常有茶馆许多生动的描述 成都人则是自己调侃说 成都有山多 既闲人多 茶馆多 厕所多 李杰仁也曾经描述过成都 他说茶铺是成都城内的风景 全城不知道有多少 平均下来 一条街总有一家 在四川 庙会 市场 公园 都是茶馆的最佳的地点 卓艺作家萧军 在1938年到成都的时候 就持经于茶馆之多 便无不夸张地感叹到 江南十步洋流 成都十步茶馆 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志辉 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 有入巴黎的咖啡馆 以成都平原为例 地理条件或运输条件 也为茶馆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由于成都平原道路狭隘齐区 因此很少使用树立拉车 人们以扁淡 独人车 当地叫激公车 轿子运货载客 因此众多的苦力 必须靠茶馆喝茶之口 恢复体力 在成都平原 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 茶馆非常多 外边总是排着苦力 备债的货物和夹子 独人车 轿子 茶馆显然把生意 放在这些苦力人的身上 上面大概地讲述了 传统中国茶馆的历史背景 和发展的过程 我们也知道了茶馆 是传统中国城市中 重要的景观之一 它们将大大的影响 传统人民的城市生活 下一节 我将会详细地介绍 城市人民在茶馆中间的生活 茶馆不仅仅是喝茶的地方 也是市民的自由世界 1949年的10月 一个外国人坐在成都的茶馆里 并做出了以下的描绘 中国茶馆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施 在那里你可以聊天 谈论政治 或者做生意 你可以理发 或者刮胡子 甚至还可以坐在座位上 给你掏耳朵 在夏天的几个月 也有人们一边品茶 一边洗脚 可见茶馆生活的丰富 这个外国人 就是后来成为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一的 瑞典人马月然 普通人没有太多的钱 进行高级的娱乐活动 因此茶馆便成为了 他们仅有的消遣的场所 有些人一天的生活都在茶谷里面度过 从早晨开始 一个人起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茶馆 当他们吃完了早 茶以后 才回家洗脸 刷牙 吃早饭 但由于很多家庭 取热水不容易 而茶馆整天都供应热水 于是不少睡眼心中的茶客 会在茶馆里面一边喝茶 一边洗脸 甚至有的人到了晚上 在茶馆里面洗完脚 才回家睡觉 这样的轻松自在 在今天的茶馆里 是不能想象的 有些茶客 甚至把家务都带到了茶馆里来坐 这样喝茶 做家务 都不会有任何耽误 他们坐在茶馆里 当小商贩 小菜饭 沿着街市叫卖起来的时候 他们总会买一些豆芽菜 堆在桌子上 一根一根的卡干净 差不多到了晚饭的时间 他们就回家做饭了 从以上的例子 可以反映出传统的人们 在茶馆里的一天的基本生活 茶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是近代都市人们 生活方式的转变 茶馆不仅适用来休闲 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 在传统社会里的家宅中 一般民众必无所谓的休息和会客的场所 于是茶馆便成为人们社交的场所 在程度 在城堂 熟人们在街上遇见 他们总是招呼对方 说 口子上吃茶 四川好说 口子上吃茶 茶欠该我呢 虽然这只是一种科技的说法 没有人会认真的对待 然而 它却反映出来 茶馆是会友和社交的重要的地方 人们去茶馆不仅仅是喝茶 也去进行交流 最近的新闻 传播小道消息 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了 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便会先去茶馆 程度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叫 少城一日做圣读实验书 就是说 在那个少城的茶馆里面坐一天 今天可以从社会中间 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虽然这个只是夸张的说法 但茶馆里的确是一个了解 社会的最佳的场所 如果一个茶客 没有谈话的信头 他可以读书看报 在1930年代 杜国客可以花几分钱 从小贩那里租借报纸来看 看完一份以后 还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 同时在民国时期的成都 在茶馆中间 有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吃讲茶 它是成都人在茶馆中间解决纠纷的 一种流行的方法 人们之间有了冲突 一般不是先上法庭 而是到茶馆中间去评理和调解 这样茶馆便成为了一个解决纠纷的地方 另外茶馆也是为社区的大众 建立了一种人际关系和网络的地方 在茶馆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 就叫喊茶钱 这是当社区中间有威望的领袖 或者是精英来到茶馆里喝茶 其他的人都争先恐后的为他付茶钱 来赢得他的注意 被付茶钱的人都感觉非常有面子 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正如四川乡图作家沙丁 在《奇香剧茶馆》里所讲述的 当过去的刨国首领 新老爷到茶馆的时候 茶堂里响起了一片凌乱的呼唤声 有造就坐在座位上 向唐官叫喊的 有站起来叫喊的 有的一边挥着烧票 一边叫喊的 但是都把声音抬得最高 生怕新老爷听不见 这个期间有一个茶客 甚至怒气冲冲的吼道 不准乱收茶钱了 嘿 听到没有 于是立刻怒气冲冲的跑去 塞了一张钞票在唐官的手中间 喊茶钱充分地表现了 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有些人在喊茶钱 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 其实心底里边根本不想付这个茶钱 李杰仁在他的小说中间描写过的 一个人进了茶馆付过茶钱之后 看到两个熟人进来了 他现实装装没看见 过了一会儿就像刚看见他们一样 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猜来吗 他拿着钱向唐官挥一挥手 叫 这里拿钱去 而新道的两个人也向唐官说 拿着的茶钱这里拿去 唐官知道双方只不过是在装装样子 便教导 两边都写了 并没有认真的去收任何人的钱 唐官非常得体地 按照双方都期待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 在传统中国各地的喊茶钱 在许多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礼仪 大家都要把姿态做到就行了 至于对方是否真的需要 为自己或者自己为了别人付茶钱 那已经不重要了 由此可见 传统中国的茶馆 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这里不单单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同时也是娱乐和社区信息 传播以至社交的场所 在20世纪前半夜 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 像成都茶馆那样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没有任何其他中国城市 有成都那么多茶馆 茶馆就是一个围观世界 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 对茶馆的研究 可以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的方式 和文化形象 勾画在公共生活的最基层的单位上 日常生活的完整画面 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 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 建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历史叙事 和围观考察 我希望这个研究可以帮助读者 带入到城市的内部 提供一个在显微镜下 观察城市社会的机会 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 观察中国城市 以及日常文化 我的茶馆研究 集中在三个主题之上 一 作为小商业的茶馆 二 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间的作用 三 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 首先 我强调小商业 在晚清或民国时期的程度 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没有任何其他的店铺 能像茶馆那样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 而且还造成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 我还指出 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 考察 茶馆与顾客 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分析茶社业行业工会 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 观察他们 怎样成为地方政府和行业之间 地方政府与工人之间的中介 第二 考察 茶馆在人们的交往 和社区及邻里生活中 所担任的角色 各种社会集团都利用茶馆 从事经济 社会 文化活动 他们以茶馆为市场 在那里进行大小的交易 以茶馆为舞台 提供 得到娱乐 我将考察 这个不同的社会集团 行业 性别 是怎样利用茶馆 而达到各自的目的 第三 通过分析茶馆里面的冲突 控制 权力斗争 我的茶馆的研究 解释政治 在茶馆中间 怎样被展现出来 政治的变化 总是清楚地反映在茶馆里面 茶馆成为一个政治的舞台 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 一个风向标 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的稳定为由 进行城市控制 控制茶馆 颁布许多规章 抗战及其后的内战时期 国家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 利用茶馆为政治的目的服务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诸多的政治的因素 都影响到茶馆里面的日常生活 经济 社会 政治状况的恶化 国家 日益强化的控制 都反映在茶馆和日常生活中间 特别体现在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之中 这样 茶馆里面的政治 成为外部大世界政治变化的集中展现 我关于茶馆的研究 其实贯穿时钟的观点 就是一个在20世纪前半夜 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 不断地反抗西化的冲击 抵制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的统一性 抵制国家权力的渗入 而这种国家权力的渗入 并日益加强的过程 贯穿在20世纪上半夜的民众的公共生活之中 即国家越来越直接地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 换句话来讲 在这个时期 城市改良和现代化的过程中 有两条线同时并进 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 现代化持续地消弭地方文化的独特性 导致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的削弱 二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 显示了其坚韧性 亦展现了它的灵活性 与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 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统一模式 所以对成都茶馆的系统考察 有助于我们理解 当晚清和民国时期 整个国家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经历着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的变化的时候 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 是怎样在多大的程度上被改变了 展示了公共空间和日常文化的关系 茶馆就是一个围观世界 是占城市 经济为主导地位的 小商业的一个典型代表 因此茶馆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茶馆的探索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理解 小商业的管理 竞争 雇佣等等问题 茶馆也是复杂的社会机构 提供聊天 消遣 娱乐等 各种休闲的活动 但是茶馆远远超出了其休闲的功能 就是一个工作场合和地方政治的舞台 对城市居民来说 茶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 即使在其他的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 茶馆仍然是人们能够承受的最大众化的公共设施 人们在那里追求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 也是信息交流社会活动的中心 也有不少的社会组织在那里活动 茶馆甚至成为了地方和国家经济 政治文化演变的情侣预表 由于茶馆对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多样化和复杂性 茶馆总是成为社会改良和政府控制的对象 各个政治和社会集团也试图对他们家人影响和加以利用 那么这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会带大家了解物质文化的问题 谢谢大家